出个男人就现身 说不好听的话 他和妓女有什么屈敌言啊 这样的女人 然后你在家 你谁 谁都是觉得像是吃的苍蝇一样恶心啊 我们做的调查 有93.8%的男人希望 女孩戴的最好嫁妆 就是真草 所以说 我们有好多女人呢 都是由于长荣而招待惹祸 因为他长荣是想干什么呢 就是想以色情 供应男人们的这两天话 那什么是邪淫呢 大家一起来读 一切不受国家法律 或社会道德所承认的 因为邪淫的果报相当严重 你要是把自己那个穿过眼 真的不容易引起性侵 因为她是断章曲 你没看学校领导解释的 你连贯的听你光抓一句 那谁这一句都有问题 你看吧 但凡离婚的家里出问题的 都是强势的女人 因为强势的女人 她不谦卑 不谦卑呢 她就是说忍不下来那种 产业 产业都是公义 讲课都是公义的 如果说我说的错了呢 我给大家那个陪礼道歉 让大家心里不愉快了 如果说就是觉得 我这话可听呢 就当一个老妈妈 老奶奶跟小女儿讲 听听就行了 就在短ж说 原来 떨어� 这就一直都须出 判断合 没